7月5日,随着天空逐渐露出雨渡白,乌鲁木齐市忙着上班的人们陆续走出家门。 当地时间80曲,随着城市的苏醒,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。 位于乌鲁木齐天山区二道桥附近的和平南路一项的早餐店门口, 薄皮包子、烤包子等美食散发着香味。 这条街道距离乌鲁木齐市知名景区大巴扎步行街很近, 已经有三三两两的游客在吃早餐或者赶往景区。 毗邻大巴扎步行街景区的二道桥地铁站,由市民和游客出入。 地铁站的标识标牌和语音体试, 均用普通话、维吾尔语、英语标注或播报。 乌鲁木齐地铁一号线刚开通不久, 南级三屯杯站北至乌鲁木齐国际机场站, 线路长于27公里,设站21座, 普京该市四个中心城区八十十分, 记者从乌鲁木齐城南赶往城北, 一路上乘客不算很多,大约九十许, 记者回城市,车厢里已有拥挤之感。 国际大巴扎步行街是游客到乌鲁木齐旅游的必选之地, 二道桥地铁站和大巴扎步行街景区的入口相邻。 九十四十分,该景区的入口已经游人入置, 游客和市民均可免费进入其中, 步行街里多家主营餐饮玉石披肩乐器地毯的商户, 已开始和游客洽谈生意,新疆的旅游旺季已经来临。 据了解,即去年之后, 今年到乌鲁木齐的游客再创新高, 大约中午时分, 于大巴扎步行街格路相望的大巴扎美食街里, 餐桌上已有游客等待用餐, 两旁的餐厅工作人员正打开街洋散, 为在此吃饭的游客带来许多阴凉。 红柳烤肉,烤全羊的美味弥漫在西长的人群里, 再来一杯冰爽的饮料,让游客大呼过瘾。